赐死如母案 我们这个社会 不应该总是对坏人太好 对好人太坏 如果我们还算一个文明古国的话 那么孝顺和保护母亲 显然应该是社会提倡 人民传承的一桩美德 所以这能够解释 为什么南方周末一篇 赐死如母者的新闻报道 在一天之内就被刷屏 引发了民众滔滔怒意 它激起的 不仅仅是每一个孩子 对母亲所遭受侮辱苦难的愤怒 还有一则沉重而严肃的拷问 极端侮辱面前 当功力救济不足 我们应该拿什么 维护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则拷问 案发当事人于欢的选择是 拿起刀和十一名侮辱自己的母亲的催债人 拼命 在他拿起刀之前 他和他的母亲苏英霞所遭受的 用南方周末的报道描述词汇是 极端手段侮辱 案发于去年四月 原委十分简单 女企业家苏英霞因企业资金周转不开 不得已向吴学战先后借款135万元 并约定月利息10% 如此高的利息显然已经超出了 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 是典型的高利贷 苏英霞在支付本息184万 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 仍无法还清欠款 这是放高利贷的吴学战 找来了一帮暴力催债人 这帮人催债所用的手段 恐怕在我们的电影里都会被剪掉 案发的前一天 在苏英霞已经抵押的房子里 吴学战让手下拉屎 并将苏英霞按进马桶里 要求还钱 面对如此的暴行 苏英霞和他的儿子第一时间想到的 还是法律和警察 苏英霞前后四次拨打 110和市长热线 但这个可怜的女人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庇护 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 苏英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 被吴学战拦住了 赐死如母者报道中 这句冷静客观的描述里 我想任何一个读者 都能够读出面对警察离去时 苏英霞这个孱弱的女人的绝望 甚至我们也能感受到 在警察了解完情况就离开后 吴学战和他的手下们 所袒露出来的狂妄 你打电话吧 你报警吧 随便 警察来了 可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第二天 虐待和侮辱升级 苏英霞和儿子余欢 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 不允许出门 这显然已经在事实上 形成了非法狙击 然后是无止境的 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 都知号脏话辱骂苏英霞 什么话难听 他骂什么 没有钱你去卖 一次一百 我给你八十 学着换狗的样子喊小孩 让孩子喊他爹 都知号脱下儿子余欢的鞋子 捂在母亲苏英霞的嘴上 还故意将烟灰 弹在苏英霞的胸部 儿子余欢不忍母亲受辱 试图反抗 被都知号掌裹 然后都知号脱下裤子 一只脚踩在沙发上 用极端的手段 侮辱着苏英霞 到底是怎么样的 极端手段侮辱 这篇报道很克制 并没有进行详细阐述 你可以想象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极端手段侮辱 网络上 目前对于南方周末 这篇报道中所描述的 这一细节 有所争议 有知情人士表示 所谓的极端手段是指 杜之号当着苏英霞 儿子余欢的面 用生殖器 在苏英霞脸上蹭 往其嘴里塞 如果这一细节属实的话 这恐怕已经属于强奸了 不过我在法院一审的判决书上 并没有看到如上细节 但在余欢和多名当事人 包括催债者的供述中 都可以明确看到 的确有侮辱 的确有动手殴打 杜之号也的确脱了裤子 对着苏英霞 这一过程当着儿子余欢的面 这已经是确凿无疑的 猥亵妇女了 无论如何 一名男子脱下裤子 露出生殖器 对着自己的母亲 你可以想象儿子余欢 所承受的屈辱和怒气 这时警察来了 然而苏英霞和儿子 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货 警察前后只待了四分钟 说了一句 姚掌可以 但是不能动手打人 就准备离开了 苏英霞厂子的一名员工 一眼看警察要走 试图拦住警车 他对记者表示 警察这时候走了 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 我站在警车前 他娘俩要死了怎么办 你们要走就把我压死 当时警方的说法是 他们当时离开案发的屋子 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总之 事实就是 案发时并没有一名警察 在案发的屋子里 显然 警察的离开 熄灭了儿子余欢心中的 最后一点获救希望 毕竟 就在昨天 就在暴徒们将母亲 按倒在拉满室的 马桶的情况下 警察也是了解 情况就离开了 我想说的是 无论案发那天 警察是否真的 聊下一句话就离开 至少 余欢所看到的 的确是警察 推门进来了 然而 庇护并没有随之降临 他们又全部离开了 至少是全部离开那间 拘禁他和他母亲的 囚笼了 法院给出的 一审判决是 余欢不能正确处理冲突 持尖刀 筒刺多人 构成 故意伤害罪 判处 无期徒刑 余欢的辩护力师提出 余欢持刀筒刺 应属于正当防卫范围 对此 法院不予认定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 虽然当时 余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 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 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 被告人余欢 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 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可是 什么又叫正确处理冲突呢 是没还钱吗 他们借了一百三十五万 却已经还了一百八十四万 和一套价值七十万的房产了呀 你们为什么不去 问告利贷的罪呢 是没报警吗 别说报警了 他们连市长的热线都打了呀 是警察没来吗 来了呀 可第二天余欢和他母亲 却依然被人囚禁 我们总是期盼青天大老爷的 期待在母产子弱的局面下 突然有展昭领着王朝马汉张龙照护 抬着狗头杂神兵天将 主持正义保护弱小 将恶人绳之于法 展昭的确来了 也的确威风伶伶 武艺高强 但是面对我的苦难 他却只说了一句 要杖可以 别打人了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可是 什么又叫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呢 在被非法拘禁的天体下 在儿子和自己的母亲 遭受十余名男子侮辱 甚至是公然对母亲 进行猥亵的情况下 你坐在这里却冷静地和理智地 和我谈什么叫紧迫性 我们坐下来 竟然却在争论施暴者 到底有没有用生殖器 摩擦母亲的脸 有没有用生殖器 往母亲嘴里塞 这他骂的有意义吗 或者说 这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这种情况下 还能冷静下来思考 法律上这是不是正当防卫 我应该做出何种断抗 才能既有效地保护母亲 还不至于被判成防卫过当 那只能是机器人 一个正常男人 一个有血性的男人 正常反应 难道不应该是拿起刀 宰了这帮处什么 自己的亲妈受辱 你们不去拷问和指责那些施暴者 却反过头来对我说 小伙子 你应该当时冷静啊 未来 难道我们要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 儿子 如果有一天妈妈受辱 你就闭眼全当什么都没发生 这篇文章我写了一页 删了很多 删掉的都是些不应该由我 而应该由法官去说的话 我不是法官 我也无权判定于欢当时的行为 是否属于正当方位 我期盼二审判决能够给于欢一个新的裁决 最后 仅代表我个人 想表达的事 换作我 如果当时面前有一把刀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来 这当然都是积愤之言 但亦出自肺腑 跳出案件本身 我想表达一种感觉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对坏人太好 对好人太坏 我们的故事里 传唱千年的事 一辈子做好人 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而坏人办事作恶 多端到头来 只要放下屠刀 就可以立地成佛 我们的日常中 年轻姑娘穿得大胆一些 会被猥亵强奸 大家不去谴责暴徒 却对受害者指指颠颠 穿那么骚 自找的 老年人在公交车上 掌裹不给让座的年轻人 且年轻人做的还不是老弱专座 大家不去谴责老头 为老不尊 却反过来批评小伙子 那么年轻 站一会儿怎么了 又不会掉块肉 渣男屡屡劈腿 老婆孩子每天生活在家暴中 没有人去制衡渣男 却有一帮人去 劝慰这男子的妻子 为了孩子 忍忍吧 也该想想 为啥你拴不住 你男人的心呢 守规矩的人 指责不守规矩的人几句 对方却可以反过来几次 你这人真小气 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刺死如拇指 刷屏后 一群人兴奋地 去棋底苏英霞的借贷历史 发现其借贷纠纷很多后 忙不迭地评论道 媒体报道有偏颇 这个苏英霞不简单啊 和许多家都借过钱 左灯反转 且不说他还了高利贷那么多 就算他一分钱还没还 那些催债者就做得对是吗 就活该被人侮辱 是吗 这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价值观 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 只要犯一次错 大家就会指着他的鼻子骂 丧良心的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可恶霸横行乡里 坏事做尽 只要穿上裤子 放下棍子 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家属就可以 堂而皇之地用这句话 怼问责之声 他都已经认错了 你们怎么还揪着他不放呢 这样的社会 令人寒心 这样的社会 也一定令人扭曲 是啊 凭什么好人 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我们这个社会 为什么一定要将好人逼急了 然后大家反过头来 冷静理智地评论道 哎呀 不能拼命啊 还是要理智啊 为什么只有当好人杀了人 我们才在这里哀叹何以致死 为什么只有当好人杀了人 我们才可以正视 和了解他们曾经经受的 折磨和苦难 为什么只有守法者举起土刀 你们才能知道事件的严重性 才高度重视 才深度彻查 才不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者 才想起给市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北岛有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之名 这真是一句好诗啊 可惜 只要这样的好诗仍在传颂 这社会就应该警醒 他正在包容的无耻 我是毕加索 不造谣 不传谣 不带节奏 只求司法公正 最后我想说一句 如母不户 国难 谁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